农村小哥切石头 最近想做一批吊坠出来 所以又找来了几个玛脑石 这几天都把它切了 主要看一下里面的裂 或者是能不能出现一些花纹 玛脑石的话 它一般又没有说细跟粗的分别的 它一般都是很细的 看起来就好像那个玻璃一样 这一块这里开口 没发现有玛脑纹 因为有一些玛脑石 它不一定带玛脑纹的 外表这个皮看起来有裂 但是它这些裂 它不一定进去的 这是玛脑石的特性 这一块看着有这么大 等一下先给它开大面积吧 如果没有裂 就给它先出两条手镯 好 我们先给它切一下吧 刚切了一刀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这里露一点光 来了 刚才一刀下去 没起来就瞬间 哇塞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水晶包 因为再切进去一点点的话 就要切出那个水晶了 本来刚才考虑到这边留厚一点 手镯要做不了了 这边的话 本来这里凹凸不平的 就没打算往这边开手镯 然后这边反而 就没有那个水晶包 但是这里凹陷的太深 不然这边也还是可以出一个手镯的 这块玛脑石切进去的话 这个颜色还是有一点变动啊 因为这个开口的话 刚好是这一头 这一头的话 它这个颜色比较统一 中间的话就出现了另外一种颜色 打灯 透光很大 农村小哥切石头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啊 感谢了收看小哥的视频